你好,我是刘乃爸 我们今天来说明一下LINE官方账号2.0 在昨天4月18号已经释出了 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后台长的是什么样子 跟原本的LINE AD有什么不一样吧 今天是4月19号2019年 昨天是LINE官方账号2.0正式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昨天就已经申请了一个LINE的官方账号 因为我本来想要把我原本LINE AD的认证账号 把它升级成LINE 2.0的官方账号 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自己手动升级 所以4月18号开始一直到5月22号中间这段时间 可以自己去申请新的LINE官方账号2.0 但是一定要到5月22号之后 你才能够把自己原本在使用的LINE AD的官方账号 原本在使用LINE AD的生活圈 把它升级为LINE官方账号2.0 所以必须在5月22号之后 后台才会出现升级的按钮 所以现在目前只能够去申请一个新的来玩一玩试一试 所以我去申请一个新的 就在这边就长这样子 其实它只是排版的位置不太一样 但是这些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跟原本LINE AD生活圈的电脑版的后台其实长得差不多 像这边有群发讯息 这边建立群发讯息 好友以属性筛选 但是依照属性筛选 虽然在免费账号里面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必须要超过100个目标好友之后才可以使用 事实上你看我这边的聊天记录这边 其实已经超过200人了 已经有200人跟我回复讯息了 但是它帮我判定的目标好友数只有23个 我也不晓得它到底怎么去判断的 为什么才23个 导致我目前要在这边 主页这边全发讯息的时候 只能够使用所有好友的全发方式发给所有人 我没有办法用这个依照属性去筛选 依照属性去筛选这个功能之前的LINE AD 必须要1888每个月要1888才能够使用 那它筛选的是根据什么呢 它筛选是根据它的年龄、性别、地区、装置类别 也就是它手机然后成为好友的时间 也就是它最近30天才加入好友的 或者是最近7天加入好友的 或者是最近一年加入好友的来做区隔 仅仅只能够运用这些来做分众 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己手动去分众要发给谁 如果你要自己手动去分众说 我要指定发给这个人、指定发给这个人 这必须要安装外挂软体 也就是代理商LINE的一些外挂的代理商 开发的那些第三方的软体 那我们把它称为API的串接 API的串接 之前必须要每个月3888块 才能够跟外面的API厂商做串接 现在升级成这个LINE官方2.0之后 即使是免费方案也可以去串接这个API 这是它的优点 好了讲到优点我们来顺便讲一讲 还有什么优点 缺点就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的群发费用升得很夸张 长得很夸张 所以我们来讲讲优点就好了 好优点是刚刚讲的 免费版也能够享用所有的功能 这是它的优点 还有一个第二个优点 是它原本限制最多8万个有效好友 升级之后就没有人数的限制了 因为它现在是一量计价 人数干嘛给你限制 因为你发的越多它就赚的越多 所以之后就没有8万个有效好友的限制了 之前是超过8万人的话 你就必须去升级绿色盾牌的官方账号 可是本来的绿色盾牌官方账号 一年要好几百万 所以用的人不多 大部分都是粉丝数有超过数十万上百万以上的人 比较会去使用绿色的官方账号 像什么全联啊 小七啊 这种比较大的 对比较大 第三个优点就是刚刚我们在后台看到的 你必须超过100个目标好友之后 精英者才可以免费分众发售 分众就是刚刚讲的 依照年龄性别地区装置类别 好友成为好友的时间来发送 第四个好处就是 免费发送满版大图 还有发送群发影片讯息 每个月只能发500折 就是免费账号 那以前你要发满版大图 是必须每个月798块才可以发 那你要发送影片讯息 以前必须每个月1888才可以发 那现在是免费就能发 只是说免费的折数只有500折 但是啊 有一个好处是 我有发现那内部的文件写到 以前的一折是说 我今天如果发出去 发出去的那折讯息里面有 文字加一个图片 再加一个贴图 这样算三折 三个对话框就算成三折 但是现在呢 他是说三个对话框算一折 那一折呢 最多就只能够有这三个对话框 不能够有第四个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计算的 好 还有一个好处是 在底部可以加这个选单 最多六格这个选单 以前是一个月要798块 才可以有这个六格选单 现在是免费也可以有这个选单 好 第五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针对一对一聊天对象设定 分类的标签 还有改他的别名 以前呢 你要改别名呢 有五千个人上线 现在应该没有了 好 给你看一下是什么地方 就在这边 我今天这个朋友呢 我可以把它新增标签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边有 之前有标签一个叫VIP 我点击一下 然后储存 这个人呢 就让我标签成分类的 这个人的标签就变VIP 那标签就等于分类嘛 下次呢 这边以标签去搜寻呢 我只要输入VIP 按一下Enter 他就会把所有 我曾经标过VIP的所有人 聊天过的人 都帮我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棒 你可以帮你的 的一对一聊天对象做分类 很棒 除了分类之外 他也可以针对这个人的姓名去做修改 还不错哦 所以这是之前没有的功能 再来第六个优点是 可以提升触及率和阅读率 想当然因为涨价了嘛 所以会发送大量群发的人会变少 那相对的呢 因为讯息量变少了 所以看讯息的人自然就会比较多一点 第七个呢 免费版也能够穿接非官方开发API衍生功能 好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 群发这个后台呢 改成这个模式哦 那跟之前的这个旧版本的这个建立新讯息的画面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功能是差不多的 只是操作的面板长得不太一样 新版是把它融合在一个界面里面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打文字 我今天要上贴图 我今天要插图片 我今天要插入优惠券 我今天要插入图文讯息 我今天要插入进阶影片的讯息 或者是我要插入一般影片的讯息 那一般影片跟进阶影片有什么不一样 进阶影片里面可以按钮 按钮点击之后可以连接到你指定的网址 这个就是进阶影片的不同 好那其他的功能呢 都跟原本lite其实差不多啦 就是这个功能列 你看这个跟以前原本的lite的这个桌上 桌面板的功能其实都差不多了 然后这边有个分析 分析就是看你目前讯息量 好友的数量聊天接收讯息等等 然后行动官网的设定呢 他又跳到另外一个网页去了 我不晓得他的用意是什么 反正就是跳出了另外一个网页了 那口袋商店跟之前差不多 只是我没有在使用 聊天讯息就是刚的那个画面了 对他有个好处 就是在这个聊天讯息这个地方 他这边可以去备份聊天记录 之前也可以备份聊天记录 但是最大不同呢 是之前备份聊天记录你打开之后啊 它是一个压缩档 解压缩之后呢 之前聊天记录会秀出 譬如说你跟1000个人聊天过 他就1000个档案 那新版的也一样 他一样有1000个档案 但是最大差别是 新版的这1000个档案 每一个档案的档名 都会带对方的名字 所以你只要一看档名就知道这个档案 是你跟某某人的对话 那之前的那个版本LINE APP呢 你打开他的档名是照顺序排下来的 所以你不晓得那个人是谁 你必须把档案点开才知道 这是谁在跟你对话 哇那你要找就很麻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申请这个账号 目前在手机版是没有办法申请的 而且目前没有手机版 手机版的APP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目前是没有的 但是我看日本的界面是有了 所以这个可能之后吧 那目前只能够在网路上申请 就是在网页上 这个网站点击进去之后呢 这边会有个线上申请官方账号 然后底下就会有线上申请一般账号 还有这个申请认证账号 那一般账号就是一般人就可以申请嘛 认证账号就是要公司行号才能申请 然后进去之后呢 这边有个绿色按钮跟黑色按钮 绿色按钮是指你一般的LINE账号 就可以当成管理员登陆去申请了 那这个黑色账号就是 你可以用商用账号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用公司共用的email去当成一个管理员 然后你先去建立一个这个商用账号之后 用公司的email去登陆 那下一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些讯息 账号名称email公司名字填一填 然后按确认之后再按提交就可以了 很简单 然后他会有一个按钮 按钮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呢 就是刚刚你看到的我的那个后台 电脑版网页后台就长这个样子 就刚刚给你看的 另外一种申请认证账号呢 就是按下去之后画面也是一样的 申请过程也是一样的 只是你要填的资料比较多 因为是公司嘛 所以就会比较多公司资讯 最后一样按提交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他是要去认证你的公司 所以他会5到10天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不止了 如果真的5到10天的话 那也算蛮快的 好了认证账号之后还有一个功能 可是目前还没有讲 官方还没有讲 就是说你可以使用这个企业赞助贴图 还有Line Live就是直播 还有这个什么Line Now Line Become 就是在附近的人就可以通知到他的那一种模组 还有这个发票抽奖模组 官方BCHub模组 这些功能是另外付费的 可是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告 我只看到他这个文件 但是怎么样付费 怎么样购买 还不知道 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自己去购买广告 Line的广告叫做Lab Line Ads Platform 就是Line的广告平台 但是目前怎么买他也还没有公告 只说可以这样 好了以上简单介绍到这边 这就是Line的官方账号2.0 我已经申请了完了一天的结果 然后详细的操作过程 我会把它做成线上课程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我们的线上课程 你在上面或下面 连结点击再去看一下 大概在4月26号 就会把线上课程完成了 OK 我是刘海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词 就下词 再见 那 前面 下词